民主要进步 转型正义不让步 特地说民主要进步 难道是在暗奉民主进步党的蔡总统 因为最近总统大打金国牌 让时代力量立委大喊说好的转型正义呢 非常沉痛的在这边呼吁蔡总统 不应该与国民党随之起舞 甚至忘记了台湾曾经有的民主的沉痛 不只时代力量立委开炮 就连总统席日文旦也很有意见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姚仁多 在脸书直接写上 总统您错了 说蔡总统去纪念蒋经国 他非常不以为然 这是一件价值错乱的事情 之所以反对蔡总统去纪念蒋经国 是因为他把转型正义 拿到政治市场交换 也就是拿来做政党角力 跟政治攻防的工具 这是错的 甚至是不道德的 还说这样跟过去总统的人设不一致 不止绿营闹内讧 就连立法院也炒成一团 你都会是民主先生吗 你们心里面就有仇恨 蒋经国也是民主先生 他还让党经报警不是民主先生吗 蒋经国在事实一再的 坚决的反对跟共产党 谈判绝对不跟他投协 现今的国民党人却陆续跑中国 一再跟中国唱和 如果蒋经国在事的话 会被他这种不孝的徒子徒孙气死 苏院长补枪让晴一天 原本就炒成一团的国民两党 最后又把总预算丢在一边 未完待续 TVBS新闻苏改成林兰南韦佳琪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